其實很快 做心導管加支架三天 甚至兩天有時候就出院了 可是精彩的來了 我就是我怎麼都沒有想到 我以為我裝完以後 我可以變成正常了 但我沒想到我一裝完以後 出院的第四天開始 我的心還在痛 就是那個那種 那種前修透到後背那種痛 還是痛 還在痛 我就覺得很奇怪 然後我還按時吃藥 因為那時候都要吃飽酸痛 因為剛裝完支架 就乖乖吃藥 想說可能是剛出來以後 人家說常常剛裝完 會有一點心 就是會有一點神經抽痛 那種感覺 你就適應一下 忍一下就過了就好了 反正我連一年都能忍了 我還可以忍 我還差這幾天 忍了... 忍不到 好不容易 忍到第一次回診 回診了 我就跟醫生講說 醫生我還是痛 那怎麼辦呢 他說 可是你看你的狀況 然後我們自己做 那個照片拍起來都很漂亮 都不會有問題 那你就沒事了 不然你再繼續吃藥 如果你真的不放心 好啦 不然我再幫你驗一次血 你就去 你離開的時候 去醫院抽個血 抽完以後你就走開 下禮拜再回診的時候 我們來再看看 驗血報告是什麼 我跟你講 這不抽還好 這一驗 我跟你講 我人生中又接到第二次 醫生又打電話來 又是直接打給我 我說醫生 你不會跟我講 現在又要回醫院吧 他說不用... 你不要回醫院 你直接去急診 然後我想說 我真的 我沒騙你 我當下 醫生跟我講很多話 我腦袋是空白的 因為你覺得很危險 對 有門診 他人還在門診 十一點鐘打給我 十點鐘抽 十點半抽完血 他十一點打給我 所以跟我講說 你不要回門診 你直接去急診 為什麼... 我那時候第一時間 我不知道 我整個人腦袋要狂 我想說完蛋了 然後趕快打電話 真的我沒騙你 交代後事 我的密碼在哪裡 講完以後我就回醫院 然後真的就去急診 然後那時候其實 我說得有點不太好意思 耽誤了一些醫療資源 因為那時候其實疫情有點嚴重 一月份的時候 疫情有點嚴重 那你進去的時候 通常很多人在等PCR 很多那種 還在做檢查的 可是我發現我是 因為我是 最優先的 對 我是所謂在 檢商分類裡面是屬於 那種就是有可能會游起來 要跑了 快點 那我就進去了你知道嗎 進去以後他就 然後那時候 急診醫師才跑過來 跟我講說 你們剛剛那個門診的醫生 已經跟我講過了 你是什麼情況你知道嗎 你驗血的時候 那個有一個叫做心肌酵素 是正常人的六到八倍 那你要不要 就先趕快先做 他馬上就開始接心電讀 然後就做觀測 他說如果這個酵素 這個指數 如果一般偏高的話 是會容易發生 所謂的心肌梗塞 心肌酵素 驗血的時候 就會馬上驗出來 那其實我覺得那時候我還 後來我就回神過來以後 我發覺說還好 一定沒什麼事 可能在急診待一下就好了 可是醫生不是說 他說你知道 我的門診醫生要求 我在急診待著 因為到時候可以急診轉住院 然後就可以 他要再做一次 那個心刀管 確定裡面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可是我在急診 整整待了兩天 那兩天對我來講 有如地獄 為什麼 因為他一直要追蹤 我心肌酵素的指數 到底有沒有變化 然後每抽一次 他就飆高一次 每抽一次就高一次 每抽一次 心肌酵素一直飆高 一直往上跑 我到住院就是住院前 我本來還要排的 後來是因為飆太高 是正常人的四十倍 急診醫生跟我開玩笑說 通常這種數值 你不是在鬼門 你不是已經在太平間了 就是已經在動手術了 我還可以跟你再說話 因為你不簡單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樣子 他跟我開玩笑 安慰我 說你算好的 就是說你不會那麼可怕 但是 他身上就一直接了一堆的醫器 然後我第一次發覺 原來AED這麼重要 就是有一個 他就已經黏好 他因為怕我 萬一會有心事顫抖 或者是心肌改善的話 他可能馬上要做AED 做這個急救 所以我變成是 我要帶著那個儀器 在急診室裡面一直等著 然後六個小時抽一次血 那都是因為中風尿失禁 我是因為聽到護士 叫我名字尿失禁 真的假的啦 我沒有騙你 因為每六個小時抽一次 我本身就已經打一堆軟管 在手上了 兩隻手那時候 已經是滿載了你知道嗎 身上就開始 六個小時要抽一次血 你要驗那個心肌酵素的時候 要心血管 就是你不能比如說 我打軟管以後從軟管抽 不行 他要找新的血管 再重新抽血 所以他六小時叫我 已經沒有地方抽了 抽到 我跟你講 手背 全部抽滿了以外 我算過我身上二十六個洞 還有那個腳背 我抽到哪裡你知道嗎 最後抽到腳背 腳背還算好 我跟你講抽到膝蓋後面 大家很少人抽血 膝蓋後面 那裡有血管 那邊有一根血管 抽到已經抽到那個地方 上去 然後後來因為指數一直飆高 然後一直都降不下來 不管怎麼用 都降不下來 然後醫生說 算了啦 你趕快 我想辦法把你弄到那個 那個手術室 我們趕快再去做一次 心肌酵管檢查 可是那時候我就這樣講 所以我就右手擦 又再看一次 結果擦到一半 擦到 又抽出來 然後又換左手 左手第一個還不行 換第二個 因為血管又進軟了 又不進去了 我也怕了 真的 你趕快就真的 我是聽到叫我名字 陳國元 不要 別再抽出來 然後就這樣抽到 可是做完以後 醫生又說 我真的看不出來 你這個沒有問題 你裝得很漂亮 而且他還跟我講說 你已經完成人生三個永恆了 那醫生其實對我來說 我剛才講還滿好玩的 醫生跟我講說 你人生有三個永恆 你都有了 第一個永恆叫做結石 第二個永恆叫做植芽 第三個永恆叫支架 叫做支架 我說為什麼這叫永恆 他說因為都要火化了以後 才拿得出來了 因為這些東西都要跟你一輩子 而結石或許有一些 會可以排出來 但是有些小結石排不出來 他可能要跟你一輩子 他說你就樂觀以對 配合用藥 然後改善生活環境 然後他甚至還跟我講過說 你回去以後 就注意要有三個原則 叫一戒煙 二戒酒 三戒好吃懶做不愛走 那一次很好玩 跟我講這個睡口溜 一戒煙 二戒酒 三戒好吃懶做不愛走 他就說那你就從這些 開始做起 慢慢地就會改善你的 所以上次那個原因 其實也不曉得 急診那個原因也不曉得 對 還是不曉得 然後那人 紅醫師應該可以諒解 因為有些人 譬如說我一直在看 紅醫師門診 然後我突然去跑去找別人醫生 會對紅醫師我覺得不禮貌 但是我覺得 病人有自己的那種 第二回合的權利 就是說那你就去尋找第二 第二選擇 第二選擇 對 那我大概把北區 台北市北區的心臟名醫藥 除了紅醫師以外 我都看完了 然後大概怎麼檢查 甚至我一直 因為我要給自己一個答案 我到底是哪裡出了問題 我該裝支架也裝啊 那我到底出來了 最後有沒有知道 他現在跟我講是說 後來我又在 反正我現在很怕 再回去看是因為 所有檢查又全部都在做一遍 很痛苦 後來讓我覺得比他可以 稍微釋懷的 他就說我 可能跟那個劉貞一樣 心臟瓣膜脫垂 對 有輕微的心臟瓣膜脫垂 那我說那怎麼辦 他說因為他看我的狀況 還不是很嚴重 他說那你就要 學著跟這個 這樣子的狀況 身體要跟這樣子的狀況來 共處 不然的話 你這樣一直減下去 那國務委員請教你 你體重多少 其實我手術前還比較輕 手術前108 可是最近因為那個 就是後來怕 怕有狀況 又往上飆升了一點 最胖的時候到118 那最近又掉下來了 又掉到110 因為我開始有 有開始走了 那你年輕的時候 最瘦的時候多少幾公斤 我最瘦吧 我成年以後最瘦的時候 是82 82 OK 那你的L DL多少 快兩百 快兩百 那你以菸 菸曾經湊多少 菸喔 我的菸最高的時候 一天大概一包半 一包半 我現在開始在 在自己自行戒菸 用一些輔具 然後慢慢的開始戒菸 還沒戒嗎 嗯 還沒戒嗎 菸嗎 欸 醫生是說我在玩祕囊 對 我還沒戒 酒呢 就我現在 我好消息 就我從進那個急診以後 再出來滴酒未沾 到現在 但是醫生跟我講 一杯法則 啤酒你也一杯 一杯 威士忌你也一杯 你什麼都是一杯 你有喝一點沒有關係 因為你不喝 你會受不了 好啊 應酬 那洪醫師聽完他的故事 這個國外的情況 有沒有什麼補充 補充可多了 OK 可多了 我可以 因為他很抽不起來 OK 我先說座尾巴先開始 第一個 對心臟病來說 你一天抽一根菸 跟一天抽一包菸或兩包菸 狀況一模一樣 因為它的研究結果就是 你跟肺癌不一樣 肺癌是你抽越多 你得癌症的肌肉就越高 但心臟你就要抽一根菸 你那個血管就縮一天 OK 就縮一天 所以你就 你抽一根菸 跟你抽 你說我慢慢戒 對不起 你只要抽一根菸 就跟兩三包一模一樣 OK 好 那第二件事 我們再回到剛剛說的 在急診室那個狀況 我們通常說要診斷心肌梗塞 大概心肌梗塞大概是 我們說大概 要三個裡面有兩個 OK 一個是症狀 一個是心電圖 一個是心肌酵素 三則取其二 大概就是心肌梗塞 所以光是那個 心肌梗塞的那個素質 那個酵素它一路在升高 大概再加上當時有症狀 我想這個大概心肌梗塞 大概跑不了 但下一個問題 那心肌梗塞是什麼東西引起的 對 因為心肌梗塞通常的原因 大概就是我們血管 臨時的堵到 血栓 通常是血栓 或任何一個原因 讓它堵到之後 就是血管 如果說你堵到之後 後面的肌肉會壞死 那個就叫心肌梗塞 OK 就是後面肌肉會壞死 但這個堵到它有兩種原因 那通常第一個 最常見的是血栓 那之後你裝支架都可以 還有第二種原因是抽筋 抽筋 我們叫它做這種叫變異性心腳痛 變異性心腳痛 變異性心腳痛都有好多種原因 那變異性心腳痛 其中還有一個是過敏 有個過敏是我們叫做 反正就是過敏性的一種 過敏性血管炎 OK 它也會這樣 所以因為這個聽到的狀況是說 你確定心肌梗塞 心導管做出來是正常 對 那我會高度懷疑是血管抽筋 血管抽筋它有幾個特色 這我們叫Variant Enginer Prince Metal Enginer 它耗發的時間在晚上睡覺的時候 然後或者是在清晨 那它發作的時候 剛開始會非常的頻繁 然後之後它會慢慢會消失 然後之後它一段時間會好 然後之後又來 這個循環又會再來 所以 但是這個要如何診斷 這不是那麼容易 這要在發作不舒服的 當下做到心電圖 然後做到心電圖 抓到那個才行 但是運氣好 你二十四小時心電圖抓得到 運氣保你二十四小時 你那天就抓不到 那所以有的時候 我們還有一些別的方法 有的一種七天的心電圖 十四天的心電圖 或者甚至於就是 還有很多種方式 還有一些可以自己在家裡 買一個可以做六個導層 或十二個導層的心電圖 自己在家裡 難受就拿出來做 沒事 我可以說 他今天還能夠坐在這裡聊 應該算奇蹟 醫生你也說了 OK 好 不要 我們心臟病人 照理說他應該心肌梗塞 他是已經心肌梗塞 但心肌梗塞 我的病人幾乎很多 都已經心肌梗塞過 但是你知道後來好好 就等於說當時曾經 曾經鬧過火災 但你後來好好保養 你後來就沒事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